我是跟寬姐比較熟,我們今天是特別以身為朋友的Litha來指 我們這樣的年齡我們是擁抱就知道彼此在說什麼了 對,因為也經歷過那麼多人生的這個歲月的理解 看到寬姐,她狀態還好嗎?因為這幾天真的是蠻為媽媽的後事蠻操勞的 她是一個很堅強的人,但是她也瘦了很多 今天是特別以身為朋友的Litha來指 因為寬姐的媽媽雖然也是高壽,所有人離開都是讓人不捨的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朋友來指 剛才有跟寬姐說什麼嗎?有什麼安慰寬姐嗎? 人的安慰可能有各種不同表現的形態 就像每個人表現悲傷也有不同的一個方式 到我們一覺的年齡呢,我們是擁抱就知道彼此在說什麼了 對,因為也經歷過那麼多人生的這個歲月的理解 所以我們也知道生老病死也是人生的一個流程 我們是理解的,那麼被朋友的陪伴 我相信所有的語言都顯得蒼白,都站在旁邊吧 就是這樣子,謝謝大家 那看到寬姐她狀態還好嗎?因為這幾天真的是蠻為媽媽的後事蠻操勞的 她是一個很堅強的人,但是她也瘦了很多 阿玲姐,妳去聊一下嗎?剛剛有稍微安慰一下寬姐 有有有有 她這些狀態還可以? 還可以,因為秋媽媽是寬姐很大的一個重心 然後也一直很支持,支持寬姐這樣 那我覺得寬姐,就是今天 就是我們大家問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妳有沒有吃東西呢? 對,因為她也就比較是,長時間以來最近都是因為也是在照顧 所以就不吃過多,然後也睡不好 對,所以我們其實是也蠻擔心,就是安心 譬如說她的身體狀況 看起來瘦很多 對,謝謝 謝謝